議員應該沒有這樣的問題 而是最主要還是投資的意願 跟整個環評跟土地的取得 這三個要件要符合的時候 這個案子才走得下去 應該是這樣 謝謝 謝謝 以上演藝民議員質詢15分鐘 接下來由林隆正議員AO質詢15分鐘 好謝謝主席 我們在座的我們局處首長 跟我們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交通局長 有關車速攝影檢控系統 這是警察局還是我們交通局負責 警察局 那我就不被問你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是要請教我們副市長 交通專業人員 我看我們副市長 您當交通部長 您也去過我們離山地區 不管是台八線 台七甲線 您都去過 您也很關心 您跟林市長 都去了兩三趟 我們所有三層的居民在期待 我們是不是新的市長 有沒有破例 趕快把古關到德基 僅僅27公里的目前的便道 趕快把它改善完成 因為 主要是這一段 永遠是一個便道 我們三層的產業 不管它休閒也好 觀光也好 農業也好 它只有死路一條 只有這條路 讓它活起來 我們三層的產業 才能夠更進一步的有所發展 所以我們 是不是我們副市長 我們自己在台中市政府 有沒有 積極的態度 跟行政院 交通部 爭取經費 趕快 把這一條便道 改善到 讓我們 中部的居民 同樣的 可以享受 欣賞 這個人工打造過的 這麼一個公路 一起來 分享它 我告訴我們 副市長 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如何 跟議員報告 這個 從東勢 金谷關 德基 一直到黎山 這條道路叫台八線 這個屬於 現在交通部 公務總局所 所俠管的一條公路 那這個 現在從東勢 一直到黎山 這條台八線 現在從九二一地震以後 從谷關到德基這一段 是因為邊坡很陡 而且地質被擾動以後 比較危險 所以現在是 臺用 臨時變道 三十七號道路在 在行使 那這個 自從我來接副市長以後 到了和平 兩次 然後看了以後 也跟公路總局協調 他們現在 這個邊坡 這個三十七號的臨時道路 還是繼續在維持 所以現在從 谷關到 到黎山 我們農產品 工作人員 還是可以 上下山 但是 副市長 我不想問你這個問題 現況你很清楚 我只能跟副市長報告就是 能不能 用積極的態度 跟省公路局 或者交通部 趕快的去改善 因為 我們小小老百姓 他意見他不推 跟議員報告 我們要學一學 你們要學一學 華臨縣長 傅昆啟 書改書改 書改大家叫 我們 你有沒有經過環評 什麼樣的環評 他都通過 現在公路總局已經在 從谷關到德基這一段 在選擇的路廊 並不是現在有邊坡會 下雨石頭會滾下來的狀況下 學台電在旁邊 做隧道跟橋樑站過去 他們已經答應了 積極在 副市長 你很清楚 我們當地的居民 你也聽過這個聲音 日本的地質以後 他這個 地形的 恢復期 15年就夠 我們921已經經過 17年18年 我們一直強調 那個地質不穩定不穩定 我請教我們副市長 台灣哪一個地方的公路是最安全 哪一個是不安全 您到南部 巴水災以後 所有原住民的鄉鎮 哪一條路 是安全的 哪一條路沒有在做 唯獨 這個講說什麼 地震以後 這個地質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就穩定 這個只是理論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日本市長 市長 我今天就是拜託我們市長 跟你們幾個 積極一點去爭取經費 趕快改善 這個沒問題 讓我們 一般台中市的居民 也一樣的 中小型車子 可以接受管制 讓他們也一樣的通行 不要一天到晚講那個理由 為生 維持生活的道路 哪一個不是維持生活的道路 所以 我們 拿出你們的破例 看看 林佳龍市長 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期待這個希望 好 請坐 那麼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觀光旅遊局的局長 我再請教一下 你認為我們台中市 可以吸引 觀光客的 亮點有哪些 就你自己的觀點 或者你所知道的 或者你 自以為傲的 我們可以代表台中市的 亮點是 有哪些 幾個地方 像我們在市區裡面 我昨天 呃 陪了大陸的江蘇省的旅遊局 看了一下 從我們那個 呃 國家歌劇院 柯博館 一路到草物道 到美術館 到那個 立光 呃 計畫裡面的 這一個 在都市的旅遊的部分裡面 這已經 也是一個亮點 那另外一個 呃 在提到的時候 包括整個 呃 生態的部分裡面 包括新設 東勢 古關溫泉 石缸那一帶 也是一個亮點 那海線呢 海線的部分裡面 從鎮南宮一路 到大安 到清水 包括整個高美 濕地 好 謝謝局長 我聽到您 一系列可以馬上講出來 我覺得我們促銷的能力很差 我們來看看 我們爭取中央的 力量也 力道 嚴重不足 我們看看 兩岸定期航線 班次 我們哪四個機場來看 從 本年的一月到三月底 直航的部分 台中 是704次 高雄 1982班次 松山 2432班次 桃園 當然它是韓國際跟直航 一共12759班次 這麼一聽就知道 為什麼直航台中這麼少 你剛才點了那麼多亮點 我們接觸很多大陸的遊客 他們接觸說我們到日月潭 對了 這裡當然寫得很漂亮 我們 從 103年的元月到 今年的三月 海中市大陸旅客 住宿的人數 聽起來相當多 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 九千里 三百零五人 聽起來說 我住宿人數這麼多 他只有住在旅館 很少在台中消費 他消費只有到哪裡 只有到夜市而已 也就是說 我們促銷的 方式 或者能力 有待改進 所以從這個班次你看看 跟你報告一下 你們要盡量的爭取 幫我們大台中爭取 直航的班次 為什麼高雄 還比我們多那麼多 我們真的那麼差嗎 也就是說 我們中部 讓他們可以來看的地方 這麼少嗎 一眼這個部分 兩岸的航權的部分 涉及到 包括跟 你們要爭取 你要跟中央爭取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都會來持續努力 你們盡量爭取 另外一個 機場的 直航多了 自由行多了 他自然會到我們台中市 去看看我們台中的亮點 要加油 我們會這一兩年 應該會有一些競爭 你們要努力 還有一點 可能 你承辦的科長可能也在 我們每年 武林農場 有櫻化劑有沒有 好像交通管制 已經第三年 我本來 本席個人本來帶動 所有和平 李山地區的年輕人跟隔壁 宜蘭縣大同鄉的 聯合起來 要把武林農場的路堵掉 他佔地為往 他是輔導會 經營的武林農場 他不懂得尊重當地人 連當地人都不准你進去 那也是我們原住民的保留地 所以 是蔣介石把它硬的 用 我們沒有人 沒有人情的這種手段 就把它設為這麼一個農場 你今天是外地人來經營 你不懂得 公館 分享 還要欺負當地人 所以您 叫你的科長 叫武林農場 在兩個月以內 你們主持 開一次檢討會 從來在協調會 不請當地人 檢討會 你們也是閉門來開 你們在如此的行為 明年不要想辦英華金 信不信任你們 對不起 因為涉及到路犬 那個中央的公路總局 交通部的 沒有關係管他 什麼中央不中央 那也是在我們台中市 你開玩笑 武林路口 台七甲線到武林農場裡面 那也是我們市政府 的市道 並不是他的道路 表示你根本就沒有能力 表示你根本就是 一天到就聽他們的 廠長叫你們做什麼 你們就全部答應 你等著 我們原住民並不是 像你們這麼樣的柔性 這樣的理性 到時候他暴力的時候 恐怕所謂的粗糙行為會出來 所以我就是請你局長 趕快開一次檢討會 把過去三年 他們的毛病 我們把相關的單位 人員 集中來做一個好好的檢討 然後他們能夠在明年 有所改進 否則 後果 很難想 好請坐 這個我來召集 好請坐 我來請教一下我們地政局的局長 議員好 我想 市長 很多場合我也聽過 很多場合我也聽過 他說身為一個國家的公僕 要把老百姓的事 小事 當做我們做公僕的大事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 有 我跟你講 我們地政人員 好像我是公務人員 是鐵飯碗 他很有專業 但是他根本沒有敬業 他對老百姓的事 莫不關心 有一個百姓 土地 齊了糾紛 我的土地 被你毀損 因為這個地 我要見戒 因為工部門 才有 公信力 你地政局見戒的 我就聽你 原來我地的界線是到這裡 但是我們請 東四地政事務所 他說他不能做那個 流龍 你一定要用飛鼠一樣做流龍嗎 沒有路嗎 明明有路可以走 你是吃這一行業的人 你領薪水 你也受過訓練 因為這裡有統計數 你們三個局處 地政局你去年 在此訓練四十六次 交通局九次 你這四十六次是在此訓練什麼 叫他們去欺負老百姓 不要照顧老百姓 已經要到司法的這個階段 地界還不知道 請你們去 我也交了 歸借費 他說我退給你三千六 一比四千 我拿六百 因為我沒有去 這種公務人員 應該要 不只要譴責 你要做一個懲除 你應該知道我住哪裡 你就知道哪一個地政事務所 你應該很清楚 是哪一個地政事務所 在這裡不便宣布而已 請您漂亮的局長 好好的去獨島這些 地政事務所的主任 尤其是下面的 不要 因為你們是 掌控地政的權利 百姓會怕 人家怕我們不會怕 真的要去改進 你應該去了解是哪一個人 我們一定檢討改進 謝謝議員 謝謝 以上是林隆敬議員